第一次就是去澎湖挑戰海泳 然後鼓勵 我沒有辦法玩在 海泳裡面會鼓勵 因為我被打到 因為海泳它其實要不會讓 海浪打到 對 然後男生 我們是一起下海的 那個澎湖的場次是 男女混合一起下海 男生可能力道在很大 在打的時候 打到我腳踝 然後瞬間碰到鼓勵 是 我跟你講 對 我跟你講 那你下水 碰到鼓勵 所以我想說 水裡怎麼會鼓勵太誇張 你這樣講我就知道 因為我有參加過 一下去 我想說 這個人 你是怎麼樣 你是要得奧運冠軍是不是 我們明明就是 基本的有參加者 對 很大力 黑白痕 還好我是會游泳 我就 潛下去 等他們都過去以後 到旁邊 請過去 我的命比較重要 對不對 對 他們就會很費力的窮 因為剛好就在海浪破了 就被打到鼓勵 對 我在上岸的時候 被醫療團隊判定 沒辦法就是完成比賽 那時候我堅持要打止痛針 對啊 你遊玩的時候 馬上要騎腳踏車嘛 會不會還要跑步嘛 對 他們就說 你這個一定不是肌肉傷害 你那個確定是鼓勵 你跑下去的話 你整個腿會斷掉 對 所以我是第一次被迫 醫療團隊是收走我的晶片 說不能比賽 對 然後第二次挑戰 二六又不自量力 結果是腳踏車機械故障 那是完全無法排除的 你說掉鏈或者是可能無法 就是當下沒有辦法變速完全 那都可以硬撐完 可是那機械故障 因為現在很流行電變的 自行車單車 那完全是沒有辦法再往前的 它就卡死了 對 那就變成兩次都失敗 老實說我之前 為了要沉浸自己的心靈 因為我之前有發生過一些 不好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會發生不好的事情 什麼事情 很多啊 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比如日人 我們天天多不好 有 就比如說日人不淑 或者是一些什麼 交友不慎的事情 我已經喜歡日人不淑 人家都已經結婚有小孩了 幹嘛 那就是成年就上 不是感情上的問題 對 日人不淑不一定是感情 的時候是真的 就是你把人家當朋友 然後結果人家可能 為了自己的炒作 去做一些傷害你的事情 對 真心換覺情 別人用你的私事 換他的媒體不光率 對 或者是 比如說你看像 我很喜歡關心別人 然後人家 比如說我會說 要不要來我家吃火鍋 人家說 好想我去他的吃火鍋 看為什麼我要了十個人 只有你有這個問題 對 就會有可能 這類型的事情發生 那還有什麼挫折 還有什麼挫折 很挫折 那時候就覺得 原來就是交朋友這麼難 那那個時候 就有去蘭嶼住了半個月 妳躲去蘭嶼住半個月 對啊 沒有訊號 超棒的 幹嘛躲 人家去就直接去了 對 不是躲 就是因為蘭嶼 我在那邊我就是每天拍日出 然後每天拍日落 然後追著那一些海浪 追著那些雲 好有閒情意志 然後在草地上躺 你看那個夕陽 然後拍到就是蚊子快 追殺我趕快跑回去這樣子 所以就花了很多 花了一些時間 然後重新找到自己之後 就覺得 一切都變得比較好 那現在心情也比較開闊 就是自娛自樂這件事情 現代人很不會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哪裡不好 自己刻薄自己會 或者說別人哪裡好 我去欣賞別人很會 都是比較來的 但自娱自樂 什麼人會自娱自樂 小孩 寵物 對 還有就是傻傻的 就是好像一根筋的 但事實上我們現代人很聰明 就是把自己的感性沒有放在生活中 把感性收起來 好像理性出去才是一個強大的人 所以注重自己的感性感受 然後在生活裡面找到自己的小樂趣 我覺得雖然說他可能是 比如說陽光灑進來暖暖的 或看到那一位 跟我對視的時候眼神也暖暖的 我就覺得好開心 這種小事好像沒那麼重要 但是當我們平常把它 像累積點數一樣 累積出來的時候 有一天突然有個人對我不好 或者突然有一件事情很不順遂 我心裡面那個累積的韌性 和強大的力量 那個充電的電量還在 所以對我來說 一次兩次的消耗 不算什麼消耗 所以平常累積還是很重要